第十二题 如图玉山在坐标平面上的位置是121 23.5 以致X轴它的正向指向东方 Y轴的正向指向北方 而且每个方格的边场是一个单位长 有一架飞机从玉山上空向西 就是X轴的负向 飞行0.5单位 再向北飞行一个单位 到达P点上空 则P点最接近哪一个位置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玉山的位置是121 23.5 那他说这个X轴的正向指向东方 也就是说这个右边是东方 左边是西方 这个上面是北方 下面是南方 好他说呢 如果呢飞机从玉山的上空 向西飞0.5 向西飞0.5 飞半格 再向北飞一单位长 一单位长 也就是一格 先向西0.5 再向北一格 那他的坐标 P点坐标会是最接近哪一个位置呢 我们知道这个如果说你是向西飞的话 也就是说X坐标要减少0.5 X坐标减少0.5 往上飞一格 Y坐标会加1 所以P点的坐标就变成121 减掉0.5 X坐标往左 往西边飞 就是往他的负向飞 扣掉0.5 Y坐标本来是23.5 往北飞一单位长 就是加1 Y坐标加1 所以P点的这个位置呢 会最接近120.5 还有呢 就是24.5 这个位置 所以呢 答案选B 这个选项